中家宽平北建座谈节目桃园开讲 本机邀请桃园市府观光旅游局长 旅邻小峰议员跟桃园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一起来了解桃园的观光发展 扭转观光沙漠恶名 议员就认为桃园旅游异象宣传片 就应该要有明确的主题与手终 给大家这个印象深刻 让他们感觉到说 我来桃园我一定要来玩哪个地方 要去哪个地方 这个是要吸引 尤其是刚刚看到的都是大人的东西比较多 可是现在小孩子也很重要 现在整个台湾的氛围是 小孩子主动说爸爸妈妈你带我去哪里 比如说像我们桃园的海洋世界 这是非常吸引小朋友的 可是刚刚这样整个片子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好像商业气息比较多一点 反而那种同趣少了很多 然后还有自然的风景也少了很多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以后我们桃园的市政府的张市长 跟管理局局长 在这个方面实在是要多加强 因为现在 管理局长周柏颖表示 为了加强桃园观光行销 主题是结合偶像剧跟地方特色 将会跟旅游业者密切合作 并且规划增设新的科室 把景点串联起来 我桃园的任务是一直出产品 出产品让业者帮我们去行销 这种卖多了大家就会讲了 就像您刚刚讲了 就是光是有这个偶像剧不够 偶像剧之后的后续 如果我们要学习韩国 韩国是在偶像剧里面 置录了饮食 置录了油城 然后呢 他们的业者帮忙卖 然后帮忙去谈航空公司 然后做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还要回到一个核心 解这个题目 就是所谓的city image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给大家 打这种所谓的印象 那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履林业员有提到 那我的TA是要针对亲子 我还是要针对情侣 我还要针对什么 那我要把这些东西拉出来 所以可能今年之内 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科 叫做国际企划科 那我们会做这件事情 来把这样子的点与点去连接起来 业者也坦言 桃园在国内旅游来说 并不是一个旅游点 而是出发点 没有留住游客的亮点跟特色 他认为跟其他县市合作 广邀来桃园体验旅游 也是一个推广方式 桃园其实是一个人口结构很多的一个城市 227万左右的人口 其实在国内旅游来说 桃园是一个出发地 他不是严格讲他目的地还没有那么的明确 所以他出去外线市的人会比进来的还要多 来这边观光的人多 所以刚刚就像一座讲到 我们应该要互惠互访的概念 他们的志工来 那我们的志工有过去 那是一个互补的概念 那您刚才提到说 如果以主题概念来去做一些推广 其实现在当还没有陈述一个 很成熟的一个文化特色 或者一个商圈一个形成 我们还没有一个经典的代表做 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借助市政府的这些力量 来去推广把它形塑出来 众家宽平北建座谈节目桃园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政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9点跟观众朋友见面 邀请观众朋友锁定圈四北建活力频道 了解桃园大小事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导